嗨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JD休斯顿房屏 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套房子是一套位于休斯顿Kitty区的新房子 这套房子学区非常的好 它是10分,10分,9分的学区 高中属于Tompkins,这一个非常好的Kitty的高中 这个学区趁这个房子的价位就是非常实惠的 因为新房子它又是Calventry这个比较好的建商 这个建商的房子都比较高端 所以它建了房子在60万左右到100万左右不等的区间 可是它在这个社区的房子的定价就是在50-60万左右区间的 所以这个房子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再加上地理位置上来讲 它在Kitty很中心的一个区域 这个户型这个小区周边的很多房都比较贵 比如说Tow Brothers这种比较好的建商啊 Partners这种定制房建商也都在这个社区附近 所以这个社区就是地理位置又好,学区又好的一个社区 它的这个价位区间50-60万左右也是比较中产的一个价位区间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房子 如果您对休斯顿地产很兴趣 欢迎加微信,关注微博联系我 我是JJ,我们现在看房子咯 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房子是一套60万美金区间 但是其实是56万美金旗间的Coventry这个建商的亚门间 这个亚门间所位于的区域是休斯顿的十分学区 这个房子有三车库 高条厅,4100多尺的居住面积 位于的学区好,位置好 所以说这个小区一直卖得非常的棒 这就是一开门一进来的感觉 一个这样的旋转楼梯 然后呢,右手边是一个书房 现在大多数新房子的调调都是这种灰白黑 这样的调调 所以一直就很小清新,很舒服的感觉 然后移进门的 左手边是一个 往这边走 我现在指的位置就是驶车库的位置 然后再往这边走就是一个客房 这个客房很亮堂,很舒服 当然还有一层就是样板间 窗户都是打开的哈 就没有这个摆窗 然后这是客房的洗手间 客房的淋浴间通常都没有浴缸 然后这个客房 你看它洗手间这边是有窗户的 因为很多的客房洗手间是没有窗户的 所以这一点我一般都会给客户指一下 然后呢,现在我们就要去它漂亮的客厅的位置了 往里走 这就是到了它客厅的位置 我现在看到的这个方向呢 就是这个房子的主餐厅 主餐厅的旁边就是这个房子的厨房 厨房也是一个黑色的色调和白色色调相搭配的 五皂的厨房 五皂的厨具都是有腌道的 这些都不用担心 整体的看出去感觉是这样子的 一个很漂亮的很方正的高调的客厅 加上比较半落地的落地窗 其实我们看了好多的房子 你看大多数的房子都能做到这样方正啊 又漂亮的大靠调厅 然后这个房子的壁炉是在侧面的 所以说您这个电视就可以放在比较中心的位置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点 然后我们往这边走 这边有一个非常好的点 是跟很多房子都不一样的 旁边是一个这样的客人用的卫生间 客人用的卫生间旁边不是卧室 而是一个活动室 一个game room 活动室很大 非常舒服 它把活动室放在楼下 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 你开party的时候 这个客人可能不会上楼 所以私密的这种空间感就很好 以前只有那种定制的房子 才会把这活动室放在一楼 你看我现在往这边走 走过来之后 这就是刚才我们看的这个主餐厅 主餐厅的旁边有一个副楼梯 我们又过来了 我们现在在走的这一面呢 才是这个房子的主卧 整体的感觉就是无比的阳光明媚 你看户型大飘窗 然后非常阳光明媚 这个户型就是这样子的 如果你买的房子是这个户型 那它就会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那如果是别的户型 会有别的感觉 我们只是展示了一个户型 当然这个小区是很有特点的 你看现在很多的新房子都有一点点金属的 金色的吊吊在里面 因为金属色的吊吊是最近蛮流行的一个吊吊 它的这个淋浴间就非常大了 也是walking式的淋浴间 往里走 一边是马桶间 然后另外一边就是衣帽间 其实我觉得这个房子 真的是新房子 会比二叔房的设计感确实是好很多 但是房子这个 也不是像衣服一样 能追得上新季节的新款式 每次看不一样的新的样板间 都会有非常好的感觉 可是也不能老换房子是吧 因为我刚刚换了房子 住了几个月我现在有点住腻了 所以看到新房子我自己有点 还有点蠢蠢欲动 现在我们上来了 上楼之后就看到这一边 有一个楼上的小客厅 这个楼上的小客厅也确实不大 然后这边上来这个楼梯 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副楼梯 副楼梯的再往旁边走 就是一个放映厅 它整体的感觉就是这种黑掉掉 然后再往这边走呢 就可以看到两个卧室了 中间是共有一个洗手间的 所以这就是楼上的洗手间 通常情况下 二楼的洗手间的家装并不是很多 就挺普通的一个洗手间 一般所有的家装都用在一楼了 所以两边分别有两个卧室 这边有一个卧室 所有的卧室都有衣帽间 但是有的时候我拍衣帽间 拍起来就会觉得比较杂乱 所以有的我才没有拍衣帽间 但是每一个都有 好我们去另外一面看一下 这是另外一个卧室 这个卧室呢 跟刚才那个卧室 其实不是共用一个洗手间的 这个卧室有自己单独的一个洗手间 这是一个套间 所以女孩用的套间 男孩的洗手间在外面 就是方便于在楼上看电影的人 也可以用到这个洗手间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这房子了 如果您对秀登地产感兴趣 欢迎加我微信 关注微博联系我 我今天拍新房子之所以不拍院子 就是因为新房子 您买到的不是这套样板间 所以说我拍院子 没有太大的意义 您到时候选的新房子院子有多大 这个房子就有多大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我们今天看的这套房子 它离很多地方都非常近 比如离Kittylia州城 中国超市只有11分钟 然后离我们经常要去的 这些比较大的商场 比如Kitty Mills 只有几分钟的距离 8分钟 其实就在家门口的感觉 然后这个房子离10号公路也很近 同时这个房子如果是去小学的话 小学也是在家门口 也非常的近 也就五分钟的时间就到小学了 而且是个十分学校 然后如果这个房子要去中国城的话 也就只有不太到半个小时的时间 我们看一下中国城拆的话 到中国城的距离 差不多就28分钟到中国城 所以这房子的位置是挺好的 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对 对 对